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影评论学会的影帝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这也是他表演生涯唯一的影帝荣誉 因为在他火的那些年 香港还没有什么影帝影后的评选呢 关于谢贤近年的状态 他儿子在某次鲁育有约里花了很长时间来谈这事 说父亲年轻时拍戏很勤奋 也很红 赚了很多钱 但为了养家全都花掉 到老没有什么积蓄 常常对儿子说 你的风味之类的需不需要人 我可以来客串客串 听上去像是全中国年过八十 曾经风光无限 觉得寂寞的老人会说的话 谢霆锋并不是借此自夸 而是要表达 父亲用一生的经验告诫自己 你的现实再风光 终究都会散去 因此不要谈恋明星光环 要为自己的人生未雨绸缪 适时转换角色 脸过不惑的谢霆锋显然深刻领会了这一点 而是点转向谢贤本人 在接受精心访问时谈到这一段经验 却又非常轻描淡写 因为我的父亲六十多岁就过世了 我以为自己七十岁一定会死 于是就拼命挥霍 没想到我活过了七十岁 这种不同角度对于人生的理解发生在谢家父子身上 具有很强的典型性 谢贤是1936年生人 谢霆锋则是1980年生人 据说他出生那年 正活到他如今年纪的父亲放下正在拍摄的TVB剧组《直奔医院》 造成记者蜂拥 令他的出生成为轰动全港的新闻 谢贤仍过中年的任性 几乎与儿子刚出道时的模样没有什么区别 很显然 他要比儿子姿态潇洒得多 尤其是在喜爱香港电影的影迷看来 谢贤是一个先于香港电影《黄金年代》而存在的人物 他与周润发等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电影中同场竞技 但却并不是黄金二十年那一代人的同辈 当如今的观众为八十年代香港演员一年演十来部电影感到惊诧时 谢贤用一长串数字告诉你 他在五十年代已经实现了这个数字 李小龙和谢贤 谢贤其实并没有粤语片时代的传奇巨星 张英 吴楚凡等一零后那样老 但他在二十岁不到的年纪出演楼下拴门猴的时候 的确是粤语电影致为阵痛的年代 其实 主打关注社会题材的中联公司刚刚成立不久 香港粤语片领域充斥粗制滥造的粤语时代剧或粤剧电影 新兴好玩又在惨淡经营的家庭长大的谢贤 考上了领光公司培训班 随后转到迪华公司 才有了他的一幕首秀 《楼下拴水喉》是一部有点类似72家房客的小市民处境片 谢贤在其中饰演其中一家年轻的儿子 片中表现中规中矩 但正青春年少的俊朗梅宇 今天看来与青年谢霆锋并无二致 在张英一代演员都人过中年的时候 谢贤这样的青春偶像自然容易成为关注焦点 楼下拴水喉 1950-1960年代的所谓粤语长篇年代 是谢贤电影事业进阶的最重要阶段 也是他出演电影数量最高峰的年月 和同辈所有粤语片演员一样 数量往往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的 而数量所决定的是收入 1956年 谢贤被引进前辈导演秦健与新加坡合家合作组建的光益制片公司 在后来十数年里成功树立了自己在香港影坛 甚至整个东南亚影坛的偶像形象 通过999命案 血染相思骨 金欧等影片 谢贤成功地以偶像小声面目 介入到其实香港通过改编广播 天空小说及三豪子小说 施法欧新名著如莫伯桑作品 或自创社会写实等路径实现的多种类型制作 从风流浪子到蜗居青年 在他眼来无不充满洒脱滋味 金欧 整个将近20年时间内 谢贤 嘉玲 亦是谢贤长跑很久的女友 周聪等成为光益公司的当家生诞 谢贤是其中的当红炸子鸡 据说片酬水平冠绝东南亚 当年粤语长篇时代 制片公司起落频繁 租借片厂甚至改公司名等移花节目手段层出不穷 因此 谢贤除了在挂名光益的厂牌下拍摄影片之外 也拍摄了不少以别的公司logo挂名的制作 在光益令其声名确起的999命案 及延伸系列 《难兄难地》系列以及峨眉制片公司出品 令他成为影史上第一位杨过的神雕侠侣 新翼公司出品 龙刚导演的《英雄本色》等 皆是谢贤粤语片时代的代表作 神雕侠侣 在众生喧哗的时代 谢贤的表演没有太多的夸视性 也很难找出如同时代美国方法派演员那样精准定位的痕迹 他饰演的角色看上去多数带点散漫 却能在关键桥段中 见出似乎散发出演员自身气场的从容 比如《凄惨难兄难地》里 他与周聪一同装玉外客哄人 两人各坐桌子两端 几枚弄言假正经 与他对手的周聪全程展示冷幽默 而谢贤的面部表情则显得生动得多 眉目之间都充满了戏剧张力 凄惨难兄难弟 又如看上去某种程度 很像灵目清顺附体的1967年版《英雄本色》里 谢贤饰演的男主角李卓雄 对应后来吴宇森版中的《狄龙》 被安排于非常具体的九龙湾木屋区空间中 以出遇自信人员的身份尝进街区中的人间极苦 他的眼神明亮 整个形体稳重鼻挺 却带有很浓重的忧郁气质 《英雄本色》1967 影片编排李卓雄一路为他人牺牲 在这个过程里建立了角色的荧幕主体性 在粤语片示威的1960年代末 龙刚布居一格的导演手法 与谢贤这样处变不惊的低姿态表演 非常反潮流 就算将《英雄本色》放在时装青春潮流 芳心为爱的当时 也是非常先锋的 根据香港作家麦克在《性乐趣》的可能 谢贤作为香港男明星的 《深层异议》一文中的分析 最早从50年代开始 谢贤已经明确建立了 对自己吸引力的Coke Sure 这根植于性欲的魅力的自知 因此 谢贤是香港影坛第一个男生的女明星 以此解除以往女明星独霸性游乐场的特权 结合1950到60年代 老牌乐与男星的表演厚度 升格与事业退场 谢贤作为新星一代 结合了荧幕偶像 类型全能小生 以及最富魅力的潜在角色气质控制者的表演个体 的确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她与童心出身的萧芳芳 冯宝宝等女星固然有本质区别 与同辈的曾江 张英才 周聪 杜萍等 粤语片里男星相比 独特之处正在于可以完全不是雕琢地 完成角色深层内心的刻画 萧芳芳和谢贤 而这与现实中喜欢玩的谢贤 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数十年来 正式的女友或妻子由五任 风流情史加大手笔挥霍的传闻 或被她自己坐实 或由她的家人坐实 1960年代末 正拖粤语片场 谢贤主动介入制片公司运作 到台湾与李汉祥合作 甚至自己介入导演 编剧 在年轻不惑之时 短暂成为穷瑶剧小生 这一段经历 同后来放弃与雷觉昆合作新一程一样 成为她自认不甘平淡的人生写照 直到1970年代末 加盟无线电视 成为电视明星之后 谢贤才贡献出了为今天的观众 所最为熟知的表演生涯的段落 即是以儒雅气质主打的武侠小生 民国传奇主角或者反派 萧十一郎 万水千山总事情 千王之王等聚集 不同程度印证了谢贤 持续以处变不经姿态处理角色的能力 出发生了